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是谁 那是不是每一个兵马俑它都是对应了一个真人的原型呢 当然有很多可能 跨越两千年之久的旷世奇迹 隐藏其间的工艺技术至今依然无几 里面完全空心 那怎么能找到重力支点呢 秦始皇帝陵也藏于地下的真实规模相比 高耸的皇陵风土不过是冰山一角 秦始皇陵墓现在我们探测占地面积呢 超过了五十个平方公里呀 在当初呢这个屠舍马坑是覆盖在秦陵风土地之下 后来风土由于人为的切削呢变小了 屠舍马坑才歪漏出来了 沉水的皇陵地宫是否真如传说中那般神奇 这个地宫里是真的有水银筑成的江海吗 那我们什么时候会计划把地宫打开呢 如果一定要让我加上个期限的话 我希望是 庞大的皇陵之中 世界第八的奇迹兵马俑 其实并不孤独 那有没有可能他把生前生都过的地方 咸阳宫也完完全全半径的秦始皇陵呢 威国的风土 各种象征的官属机构的陪葬坑 他带给我们后世不仅仅只是一座风土 作为中国第一个帝王 威特首帘的兵马俑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他又把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了自己的陵墓里 为他首帘的兵马俑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我们能找到答案吗 兵马俑 秦始皇的地下军团 数千个兵俑栩栩如生 每一个细节都令人惊叹 哇 这一尊的姿势和别的不太一样 秦勇呢 他的雕塑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写实 你看他每个地方都跟生活中是一模一样的 哇 他这个鞋底的细节 每一针感觉针眼都做出来了 针脚你看 脚后跟和前脚掌要纳得密一些 脚心疏一些 你要穿过千层底的话 你发现鞋就是这样子的 在两千多年前的秦代 如此精细写实的陶勇 是否制作他的蓝本 就是一支真实的军队呢 也许只有亲手去做一个兵马俑 才可能解开这个谜题 哇 老师这个就是咱们复制的冰马俑了 是的 他的那个嘴子轮廓 还有他的眼睛 山根啊 没有跟我们在坑里面见的不太一样 更接近现代的这种更立体的感觉 做这个过程当中尽量把这个结构完美它 老是复制它啊 也没有提高 我们的项目主要是复原研究 秦代的这冰马俑的制作过程 制作工艺 回溯冰马俑制作的过程 用秦代的原料 用秦代的工艺 做成一个和秦代的套用接近的一个作品 然后认识中间的很多的细节问题 这个其实对我们现在进一步认识冰马俑的这个艺术价值 科学价值有很大的意义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您在恢复和保护冰马俑的这些过程里面 在做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复制 而是在重新把它优化和美化 是 张老师这时候就想问您 真正的冰马俑出土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非常丰富的颜色 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才是做泥膜的这个阶段 泥形的这个阶段 做完以后后再烧 烧成桃的 才去根据它的真实的颜色 来上彩绘 就像你在坑里面看到的这些保持有彩绘的一种导游 它要根据这个皮肤的颜色 五官的颜色 衣服的颜色 上各种颜色 呈现给我们是一个逼真的接近真人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是什么呢 像像面团一块似的 对 这个是它的底座吗 做桃涌的一个裙子 这是裙边 桃涌的裙边的这个部位 用泥条盘柱的方式来做出来的 从底板到脚到腿 移植上去 全部整体的拿泥条盘柱起来 最后再塑造完成这个东西 里面完全空心的 完全空心 那怎么能找到最准确的支点呢 重力支点呢 它当时的技术和工艺能达到这样好的一个 所以这个就需要制作的工匠 它来拿捏支点重心这个部位 这其实是做这个汤涌最关键的部位 我们学的雕塑全都是一种欧洲的一种训练方法 像这么大提前的勇 全部都搭国家 没有国家都立不起来 这个完全是空心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欧洲的雕塑的方法和这个雕塑的方法 是不是这个会更难一些呢 确实难 雕塑起来确实难 做这个淘气 中国这种新世纪时代 就开始用这种 一条盘子的方法 来做这个器物 金马俑它肯定是跟一般的圆形啊 或者规则性的器物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最适合于做这种 传统的雕塑 古法的创造 对 制作冰马俑的工匠呢 使用的居然是巨经 五千多年前新世纪时代的盘柱法 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这个难度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既然那么难 我们要不试一下 好 这个眼睛大概做出来 还有个啥 这个东西干啥呢 刮泥 对 这样就出来 先做剪法 加剪 实际反正是过来过去就用 大概就把它形状勾出来 把它法丝你看 这个东西编织起来它非常有意思 来 你扎个头发 现代神本要大家瘦一点 可以 坚硬一点 你随便 这感觉就突然了 这感觉就突然了 八千多件桃涌 每一个细节都精雕细琢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么多的桃涌 却没有一张相同的面孔 真的是千人千面 每一个形象 哪怕现在已经颜色都已经掉了 还是觉得每个人活生生的 但每个人又长得不一样 那是不是每一个兵马俑 其实它都是对应了一个真人的原形呢 我们和很多的吊塑家进行沟通 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原形 没有模特的话 制作的时候会走样 会走形 失真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个桃涌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都会发现它有一种美感 都很自然 它还要保持各个五官比例的协调 应该是每一个桃涌 都会对应一个原形 会对应一个真人 这等于它复制了一个真人在 应该是这样 八千多个桃涌 那就需要八千多个真人做个原形 兵马俑的原形又会是谁呢 当然有很多可能 也许这个工匠根据他们身边的人 比如说互相参照 也有种可能 秦始皇把一支军队 拉到建造这个陵墨的现场 来制作这支兵马俑军队 真实军队 无论这些面孔 是属于当年辛勤劳作的工匠 还是浴血沙场的秦军将士 历史没能记下他们的名字 但他们的面孔却在将人的指尖 化作永恒 留存至今 每一张面容背后 都是一个曾经鲜活的灵魂 他们寄存于秦 穿越千年 仍能与我们 宁神对望 宁神对望 我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土包了 是吧 嗯 不过我听说在咸阳宫的东区有发现用石头做的铠甲 我在秦岭也发现类似的东西 石头做的铠甲 而且《李斯列传》里也提到过秦始皇的咸阳宫中有砸记艺人的表演 在秦陵里面 又有这颗坑 K9901 百系勇陪葬坑 位于秦陵风土洞南侧 共出土桃涌三十余间 这些桃涌姿态各异 风格服饰 装束 又与兵马勇迥然不同 很可能代表着 新代宫廷中的杂技艺人 其中身材最健硕的历史勇 右手高举应该是在 表演战国时期非常流行的 举顶杂技 除此之外 这些白系勇构成了 金始皇陵中 独特的娱乐生活区 而且《汉书作洋传》里 也有记载 说咸阳宫里有一个曲台宫 是文官的办公区 我在秦陵里面 也发现了对应的坑 K-006 文官涌陪葬坑 位于秦岭风土西南侧 总共出土12件桃涌 包括8件袖手涌和4件御兽涌 这些桃涌既没有穿铠甲 也没有配备兵器 其中的袖手涌 头戴长官 身高近1.9米 腰部悬挂着用以书写文案的销刀和底识 是秦带文官的标准形象 在这座文官永坑的后市 还出土了大量整齐排列的马匹骨骸 据推断 有可能是秦带宫廷办公区的备用马厩 秦陵和咸阳宫 很多都能对应的事 而且在咸阳宫遗址 还出土过一个壁画的残片 有一幅四马图 画的就是秦王出行的场面 我的秦陵也将得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秦始皇帝陵出土的 同山马里边的后边一辆二号车 总长是3米17 高是1米06.2 整个车辆的总重量是1241公斤 一顿多 二号马车的总配价 一共是三千两百多件 三千两百多件 这辆车就是秦始皇平时从咸阳宫出来的时候 做的就是这辆车 同车马呢 它是按照秦始皇运用马车的那个形状铸造的 它最主要的一个证据是什么呢 同车马是出土在秦始皇陵风头西侧20米的地方 在当初呢 这个同车马坑是覆盖在秦陵风头地之下 后来风头由于人为的切削呢 变小了 同车马坑才外露出来了 这也是同车马坑的 为什么没有被后人倒扰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国扫灭六国后 将之前仅限于本国国内的一整套统一制度 逐步推广至花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 一发杜横十丈尺 车同轨 书同文字 而秦岭同车马 就是这一改革的极大成者 咱们都知道秦始皇陵是从秦始皇一级位就开始修了 但是同车马的制作应该是统一以后 秦岭同车马呢 它是一个极大成的一个作品 秦始皇呢 它统一了六国 它建立了统一的制度 制定了一系列的统一政策和统一措施 它能够集全国的人力或工匠 都统一地集中在咸阳这个地方 使激励它们发挥出它们的创造力 在这种情况下才制作出来 代表了秦始期科技最高神圣的这个信任统长马 那您的意思就是 就因为有大一统这样的一个大的局面 它这个执行力特别强 对 它能够完全落实到每个细部件和每一个人头上面 它能够完成这样一个集财力艺术 和了冶金工业 具一身的这个行作品 对 举例说一个马龙头 它的统部件呢 最少的一个是一百八十多个架 哇 最多的一个呢是两百零几个架 马龙头呢都是用金银 一间金一间银用子母扣把它连接起来的 这个子母扣要做成澳面和秃面的一个子母 打磨以后紧紧的密的咬合 断面这个直立面呢只有四个毫米 在这个四个毫米上面 我们再要打出一个一毫米的孔 再用一毫米的铜丝把它穿起来作为一个销钉 它的制作工艺是十分高超的 哇 二号车的这个车盖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车盖是铜的车盖 但是呢在古代呢 它是丝绸制作的车盖 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真丝纹室所彩绘的头案 它为了表现出丝绸的薄和柔韧性呢 从侧面看上去你可以看到散工所织起来的一棱一棱的那种棱线 这个铜盖的薄厚呢最薄是一毫米最厚是四毫米 要做从两米二平方一毫米到四毫米保护的铜织构建 在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 就为什么呢 铸造的时候它有一个模具 铜叶是胶筑在模具里边那个夹层中的 缝隙等等 对对对 这个缝隙由于只有一到四毫米厚 铜叶胶筑的时候它留不到就冷却了 表面上出现了好多孔洞 对 所以说这么大面积的一个铜织构建的柱子 是我们现在也难以想象当时的人是怎样制作出来的 提供精神娱乐的百戏用 维持王朝行政运转的文官用 承担出行任务的铜车马 再加上负责守卫帝国的兵马鱼 秦始皇将他所生活的世界几乎一丝不苟地复制进了自己的陵园 这位千古一帝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将他创建的大一同帝国 在死后的世界里得到最大程度的延续 秦林跟贤阳宫那些东西都一一对应上了 这么看来我觉得兵马俑可能在贤阳宫也一定是有原型的 这一路走来 仿佛已经看见了秦始皇大一同的理想 理念和梦想 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 统一车轨甚至统一文字 这法令的统一文化的统一造就了传承至今的文明 那我想那兵马俑守护的不就是秦始皇大一同的梦想吗 不过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我们还没有谈解 这 大一同 这是秦始皇毕生的追求 可能也是兵马俑和秦林想要留给后人的真正信息 如果这个推理成立 那么秦始皇留给自己与后世最辉煌的奇迹 应该就在风土之下的地宫里 下面进入增建时刻 最近啊我总觉得养生很重要 我开始做了一些生活方式上的改变 总结下来呢就是饮食有节 起居有长 运动有度 情之有恒 嗯 在外加平时自己再多注重调养一点 毕竟养生是人生大事 不能懈怠 吴老师 刚才我们来的这个路上啊 看见那边那座小山嘛 还挺高的 那秦始皇的地宫就在这个下面是不是 是的 就在我们前面看到的这座人工夯住的小山下面 哦 太行为了 这个呢在专业上我们叫它风土 我们看前面这个风土 上面小 下面大 像一个洞扣过来的斗 我们叫它斧斗状 开口的面大概在两万多平方米 大概这风土高是大概55米 长宽在350米左右 秦始皇陵的牧室 我们也叫地宫 就在这个风土之下 大概它的牧室就在风土突起的这个下面 垂直上去 基本上这么一个大小 是我们中国第一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 这个保护单位 史记也有记载 在它的牧室中 以水银为百川 江河呼喊 吉祥管输 所以老师这个地宫里是真的有水银筑成的江海吗 当然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打开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 但是在这个80年代初的时候 就对这个秦始皇陵风土的土壤的做个分析 发现了巩含量超标 始终在这个东侧和南侧大幅超标 并且有成片分布 按照司马迁史记上的描述 秦陵地宫将是一个世人无法想象的人间奇迹 上聚天文 地宫顶部会有星宿图 还有夜明珠交映而成的日夜更替 下去地底 由水银灌筑成的江湖河海 在机关的作用下循环流动 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 哪怕进入了未知的死亡世界 却终究放不下他的大一统王朝 李老师 秦始皇本身是一个虽然家喻富小 但是他也是一个挺有争议的一个人 那您是怎么解读他的呢 秦始皇在后世的记载中 多以一种暴君的形象出现 后世对他的评价多是负面的 但是这些年 随着我们研究的深 深入的逐渐解释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秦始皇 他带给后世的制度 这些文化至今还在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文明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毋庸置疑秦始皇陵留给我们的是一笔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 从秦始皇陵游的规则来看 它主要是有这么几点 一个是反映了古人的这种观念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秦灵也可以看作是秦帝国的一分 就是仿造它的都城来建立的 代表了大一统的这种思想 第二个就是皇权至上的这种体现 威俄的风土 各种象征着官属机构的陪葬坑 象征着他卫戍部队 他王国守卫的兵马蚁等等 他带给我们后世的不仅仅只是一座风土 留给我们的是古人对于社会的一种认识和他的气血 实际上现在我们来看秦帝所实行的书通文 车通轨 俊献制这些制度 奠定了我们中华文明大一统的这种理念和格局和思想 那李老师我想问 可能也是很多人像我一样就想问 当我们的科技业来的发展 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很好的保护它 那我们什么时候会计划把这个地灯打开呢 首先我想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 是不是认为我们是技术问题 可能在发掘过程中间 一些珍贵的一记一存 不能为完好地保存下来 我说只是一个原因 再好的保护条件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恢复到初始的那种状态 在发掘过程中都会有种种情况造成一击的损坏 这是一意义 第二我想呢 灵悟墓葬是什么 是我们先人安息之所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 历史的结束的代表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把地宫打开呢 我想这个就让我们更好地去守护它 保证它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对这个天使皇的地宫的发掘来说 我想我们是不会发掘的 如果一定要让我加上个期限的话 我希望是永远 根据出土的位置推算 能出土八千件套勇套马 数量是极其之大的 这些套勇代表的是秦皇的战事 就是为了保卫它 秦六通山马呢 是我们现在也难以想象当时的人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物理公民的制度 使秦国强大 才能政府列国最后统一秦国 秦皇陵的墓室就在这个风土之下 它带给我们后世不仅仅只是一座风土 留给我们的是它的气血 2200年前的某一天 一个年轻人脑海中诞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一个在当时来说几经疯狂的年头 到了今天我们书写用的字 测量用的度量横 买东西用的货币 乃至出门我们脚下的路 这一切可能都源自于他对大一同的执念 他是富有真意的中国第一位帝王 也在中国历史的书卷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秦始皇陵 兵马俑这些穿越时空来到我们面前的文物 仿佛有着生命 让我们能与自己文化的源头去对话 让我们能感受到来自那个时代的闪耀光芒 本节目由无限级增建口服业特约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福森药业特约赞助播出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石窟呢 就是指示文明的墨高窟了 前后延续一千多年的营建 一百多年前 一道细小的裂缝 揭开了一个震撼世界的巨大秘密 长青洞其实我们看它空间真的是特别小 它四边的平面边藏都不足三米 就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 是怎么能放下这么七万件的纹线还有金卷呢 1907年斯坎英来墨高窟的时候 买走了二十四箱的纹线 五箱的后华品 然后呢 德西河也来到了军黄 用三周的时间把长青洞最精品的东西都拿走了 这些东西几百年之间都没人再知道了 最后呢把这个门也砌起来了 墙上呢又伪装成了壁画 并看不出来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一个洞窟 但是史书中也没有关于这个人的自载 经书啊这些感觉他是疯好累的 所以你要说这批经文是当时有人仓促藏起来想逃难的 我觉得好像不太像 史辽空白的胃后究竟还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这个人必须就要接触到佛法 藏心度里百分之九十都是经书呀 又还要接触到兵书还有政府的文件 人口普查的资料他都有的 那到底这个人是谁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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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